主料,绿豆750克,蓝200克,玉米油140克,高粉60克,补量,水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准备好绿豆,将绿豆清洗干净用水浸泡一碗,泡好的绿豆清洗干净控干水,将绿豆放入电压绿锅中水,三根没锅豆子即可,选择煮豆腺进行煮豆,豆子煮好,用勺子将绿豆放入电压绿锅中水,三根没锅豆子即可,选择煮豆腺进行煮豆,豆子煮好,用勺子将绿豆腺放入电压绿锅中水,三根没锅豆子即 绿豆压成泥,将绿豆腺放入锅中,再放入糖用中小火快速翻炒,使其完全混合均匀,正式放入油,又要三次放入,保证每次都要与绿豆砂完全混合,待绿豆砂水分接在炒干时,加入高粉快速翻炒均匀,炒好的绿豆砂亮亮后储存,烹饭技巧,如果豆子不胖,就要用料理机,将煮好的豆子搅成泥,如果喜欢,更好,更好。 细腻的口感,可以将绿豆皮削掉三,炒好的绿豆砂会很干,如果很粘很细就要继续炒,以免包月饼时,难成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